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31面 那麼我們經歷過很多很多次的生死輪迴以後 我們內心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好的一面 但是也留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一面 善惡夾雜 爭妄交功 那麼我們今生有幸遇到佛法 我們開始立志要做一些改變 當然改變就必須從內心世界去改變 因為它是根本 那麼當我們開始 我們本來的內心都是向外攀遠 我們其實不在乎自己是怎麼回事 但是當你學佛以後 你的眼光開始轉了180度 就所謂的回光緩照 開始你開始面對自己了 面對自己的時候 你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個是處理善惡的問題 第二個處理爭旺的問題 我們內心世界就兩塊而已 我們剛開始會不思慈戒 做慈善事業 做一種斷惡秀善的工作 這個時候你不研究教理 亂不了 你這個時候只要信心就夠了 因為你沒有做比較深層的改變 你不可能觸動你內心的無名 也就沒有所謂的反彈的問題 但是你這個時候跟其他的外道差別沒有很大 因為你要做的基督教都會做 但是如果你慢慢的深入更高層的經典 比方說嫩人精滑滑進 你這個時候慢慢的深入你的內心世界 當你從一種斷惡修善要提升到反彎歸真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 你就發覺不是那麼簡單 盤根錯節啊 錯綜複雜 你看看那個內心你就知道 我們離家太久了 回家的路不是很順利的 絕對不是很順利的 我們回家的路充滿了兇險啊 這個時候只有乖乖的聽 先勝先學的開始 就是一隻回家路西問過來人 你別不選擇 人家都把路規劃好了 你照著這個高速公路的指標開就好了 你不用自作聰明了 因為你沒有失敗的空間 你做生意失敗了 你可以重新再來 你修行失敗了 你就很糟糕了 你要付出多生多久的代價 因為你得到某種以後 你比一個疑痴放棄的狀態還糟糕 你看佛陀在世的時候 佛陀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那種大威德利 外道看到佛陀照樣不想學佛 因為他邪見你太重了 佛陀拿到一點辦法都沒有 連佛陀都拿到沒辦法 你想想看 你看他的問題多嚴重 他不是生長在我們看到佛像 他是看到一個真正的佛陀 你就是怕他中毒多生啊 就是修行失敗嘛 一念叉詞嘛 所以 當我們開始要注意了生死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我們從一種善念要轉成正念的時候 諸位你就要知道了 你的問題就開始來了 你開始要打開 你很久很久沒有打開的臭水溝了 你真正面對你自己了 因為你是早上便對的 那麼這個時候 道法佛陀所說的這些真理的引導 對我們就很重要了 那麼這是我們說的 我們往下看他 一立耳根勇為道種 大事所以捨全身 求絆激激激 那麼佛陀 大師輩的佛陀在臨左之前 把他所覺悟的道法 放在了音聲當中 放在了文字當中 那我們接觸這個佛法呢 我們會產生一種道的種子 只要我們不斷的音量 就會產生道的水果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在涅槃經上說 大事所以捨全身 而求絆激激 這個大事是誰呢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全身 釋迦牟尼佛在涅槃經講到 他過去 曾經出生在一個 沒有佛法注釋的地方 不是佛陀不想寫教理 是沒有教理可以寫 就是個黑暗的時代 大家已經搞不清楚東西南北了 大家都盲修瞎練 那麼這個修道的先人 在山東打坐的時候呢 當然修行 從一個好人變成道人 他開始要回光返照 去注意自己的內心的活動 他面對了 多生多解究下的顛倒妄想 他一籌莫展 這個妄想難在哪裡呢 因為他有菩提在裡面 妄想 你斷也不對 隨身也不對 你 你把他完全斷了 那你就錯損菩提了 因為他的寶物就在裡面 你隨身他 你就流亂生死 所以妄想難就難在 你是隨身不得斷滅不得 難就難在這裡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有人引導 但是他很用功地打坐 感動了四庭幻影 四庭幻影說 這個修道人這麼精進 減少飲食減少睡眠 他都在考驗考驗 那麼這個四庭幻影 各位知道天人他經常 他的生命很久 所以他古佛出世的時候 四庭幻影也偶爾下來聽聽經 雖然他回去以後忘掉了放逸 但是他至少聽過佛陀的經典 所以他就來到了這個山洞 他變成一個羅刹鬼 那麼變成羅刹鬼的時候 這個羅刹鬼 他就講出了半祭祭 叫做諸行無常是聖滅法 當然我們一般人聽的也沒什麼感覺 但是一個經常在研究內心世界 到底怎麼回事的人 他一定都知道 這是一個道 他已經道出了我們內心世界的一個相貌 我們內心世界是無常變化的 因為我們老是跟他感覺走 感覺是變來變去的 但是他只說出的病相 沒有說明解決的方法 就是這個生命法怎麼辦呢 是要把他斷掉 還是應該保留 還是要怎麼引導他呢 所以第一句話說出了人生的病相 但是沒有開出藥房 但是這句話也夠修道人震驚了 他走出山洞 他就說 跟羅刹鬼說 剛剛講那個半祭祭祭祭祀 是你老人家說的嗎 羅刹鬼老師說我說的 他說你這個半祭祭祀 是你想出來的呢 還是有人告訴你的呢 他說我哪有這個智慧想這個祭祀呢 那是我以前 親經過古代的佛陀 我聽他講出來的 所以學長現在非常歡喜 他說你可不可以把下面那一句話也告訴我 羅刹鬼說可以啊 但是我現在肚子很餓啊 你得到我吃飽飯才有力氣講啊 然後羅刹鬼說 那你吃什麼呢 他說我吃人肉 但是最近啊 這些我接觸的人啊 都大福得福報很大 我沒有辦法吃他們 那麼這個時候 修道先生就想 我以其餘吃的過一生啊 我大父子把我的色神供養給他好了 就成就道法師追求永恆啊 以這個短暫的生命 換取永恆的功德 所以釋迦摩尼佛就 釋迦摩尼佛前就跟他商量說 這樣子 我把我的肉給你吃 你把半句句告訴我 那他說那我怎麼知道你騙我呢 他說沒關係 這樣子 我跑到山上去 你在下面等著 你講半句句 我聽到以後我就往下醉 醉了以後這個屍體就給你吃 我在空中的時候聽到你半句句 這半句句就歸我 那麼這個時候 羅詹尾就說了 生命滅以疾滅為樂 這個時候 這仙道先生聽了大歡喜啊 那麼這個 這個仙人快要醉地的時候 那個視體官被他感動了 馬上變成一個廣大的床座 把仙人給承接起來 然後向仙人鼎鼎說 你如此精進啊 你有一天成就的時候 希望你來度我 那麼後半段就很重要 就是我們一開始修行的時候 我們是做一個好人 我們鼓勵自己做善事 減少惡事 但是你看到你內心世界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內心世界 妄想 就像猴子一樣 妄想紛飛 你怎麼辦 你壓他 你壓不過他 所以在仙人經當中 先安住 生命滅以 你在生命的心中 其實他有一塊不生命的田地 你把它找出來 我們的內心世界不是全部是生命 也不是如此的不堪啊 我們的內心世界有一個光明的地帶的 只是你沒找到而已 你找到那個地方安住 你就可以從不生命的角度 站在不生命的角度 去調伐生命的這一塊 最後的結果就是 極盡安穩的一種即滅為樂 那種快樂是真實的快樂 好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他自己做出的榜樣 為法捨身啊 那麼也就是說 佛陀在因地的時候他求法 他也不是說兩個眼鏡一閉 雙腿一盤就是修行 他也是要遵守這個道法的引導 那麼他就是為了這個道法 他寧可捨掉生命 來追求這個心中的道法 那麼經佛法流布賴加瑟阿蘭二祖 徹底悲心 人皆是做等型 那麼我們今天能夠生長在末法的 兩千五百多年以後 我們能夠看到佛陀道法的傳承 有兩個人是值得我們去感恩的 第一個 佳瑟尊者 佛滅度以後的第一個 節下安居 佳瑟尊者 召集了五百阿羅漢 請大家 暫時不要滅度 他說 我知道諸位的心情 非常的悲傷 就急著要入滅了 因為佛陀的光明失掉了 這些小星星 留在世界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麼身為阿羅漢 當然他沒有徹底的 沒有太大的悲心 那麼要滅度之前 佳瑟尊者就 打板擊中 請阿羅漢 暫時不要滅度 因為要節集經典 要把佛陀的道法傳給後世 那麼另外阿蘭尊者 也做了同樣幾件事情 在大乘的 這個菩薩的這個 文殊菩薩普賢這塊 他也做了大乘的節集 所以這兩位祖師 一個初祖的佳瑟 一個惡祖的阿蘭尊者 那麼才使利我們 一個可憐的末法眾生 看到的這個經典 我們不能把它當作 這就是一般的音言 這是很特殊的音言 好 我們看總結 殊不知 殊沙世界無量劫中 妙法名詞不可得文也 我們要想想看 在無量的音言當中 有多少個世界 這個是 殊沙世界史的空間 有多少個時間 這個是時空當中 有多少的眾生 糊裡糊塗的一天過一天 但根本沒辦法得到佛陀的 這個教法的引導 廟法名字就是佛法的迷向引導 沒有得到佛法教法的引導 當然他不能做出改變 他只能活在妄想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 我們遇到教法也是不簡單的一言 過去生也結了很多的善根 所以我們必須要繼續的做努力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面對一個錯綜複雜的思想 妄想就是思想 那麼佛陀對思想 看經典上是兩種說法 佛陀第一種說法是說 一切夜障海皆由妄想生 一個人會起貪嗔痴的煩惱 是有原因的 他一定先打妄想 你知道石頭為什麼不起煩惱 因為他不打妄想 所以妄想是可怕的 這第一點 他是一切罪惑的根源 但是 你不著急消滅他 你再聽聽佛陀講的第二句話 佛陀又說 諸佛正偏之海 從眾生心想神 事故眾生心想佛時 四心即事 三十二相八十宗好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佛陀也讚嘆了思想 你之所以能夠發佛陀心 之所以能夠調伐煩惱 之所以有靈中的正念 因為你有思想 你還真斷滅他不得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複雜了 你不能斷他 你也不能隨順他 那怎麼做呢 後面佛陀會一步一步的告訴我們 他是有方法的 他是有方法的 那麼 這個就是說 那麼 這個親近的道法的傳承是很不簡單的 你看 釋迦牟尼佛他為了求半生祭 他尚且捨半生 那麼我們現在得到佛法 我們是不是應該珍惜呢 因為這是我們解脫的一個很重要的希望 這是 就是 劫切呢 偶依大師有説明我們 珍惜當下的音言 就這個意思 我們看 前面這段是偶依大師的開始 下一段是廉遲大師的開始 偶依大師是九組 靜祖中九組 廉遲大師是 比他前七組還是八組 我們再確定一下 我們看這個廉遲大師的開始 請合掌 好 有自負參禪者 則文 達摩不利文字 見信則修 有自負念佛者 則云 只貴直下有人 何必經典 此惡輩人 有貞德而做事與者 且不必論 亦有實無所得而蔓延之者 大都不通教理 而互習其短折也 於一生從上念佛 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 何以故 念佛之說何自來乎 非親口所宣 明載檢測 今日眾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岔之外 有阿彌陀也 其參禪者 藉口教外別傳 不知離教而參 是邪因也 離教而悟 是邪解也 勞辱參而得悟 必須以教印證 不予教合 惜邪也 是故學儒者 必以六經四書為權衡 學佛者 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摩凱 好 那麼這段呢 我們也是分成三大段 先看第一大段 這就是個總標了 那麼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言之大師呢 對有些禪師啊 他是 說明這個禪師的修寫 說有致負殘殘者 那麼禪師 當然他就是不利聞之啊 見信則修嘛 禪師啊 他多分還是說啊 是以心印心啊 我們學教理的 叫做以教印心 這個印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在因地叫引導 在果地叫印證 那麼也就是說禪師 你如果參禪 你一定要跟到一個開悟的善之士 別無選擇 沒有開悟不行 因為他是以開悟的心來引導你 那麼這個時候他的方法就很多很多了 他要取花你內心的覺悟 他要把道法傳給你 他不透過語言文字 比方說得三棒 你去參訪得三祖師 他拿棒子就要打你一下 什麼是祖師希萊裔 他就打你一下 林濟賀 你問林濟禪師說 什麼是祖師希萊裔 佛陀道理 說了些什麼道理 他就罵你一頓 那麼這個當然都是有用意啊 在古人說話是截斷妄有 因為他因為你 你打妄想的時候 打你一下 截斷你的妄想 那麼從妄想當中的停止那個插摩 看你是不是能夠悟到不生命性 看你的功夫夠不夠 當然打你一下你不能生氣了 你生氣你就完了 因為你生氣你就沒辦法回彎返照 那麼當然這個就是射受利根人 他悟性特別高 所以以心應心啊 的傳承不會長久 因為他一定要祖師的注視 他每一個動作都有道理 你跟著祖師 保證到你開悟 但是 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你要有三根 第二個你跟祖師要有緣 沒有緣也不行 既然是以性應心啊 兩個因緣 師徒的因緣要聖聖聖聖聖 你看禪師裡面經常有 有大德來跟他參禪 他講一句話他不相應 他說我跟你不相應 你去找某個祖師 他去找其他的祖師 一句話就開悟了 祖法因緣深 有緣啊 所以他的話 他容易接受 所以這個參禪的物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容易錯認消息 因為他不透過言文字 他講得太簡列 表達方式太過簡單 那麼這個傳承當中的標準又很高 他必須是一個開悟的祖師注視 你看我們這個教法的傳承 我們沒有開悟 但是我們如此的宣說 眾生還是得到利益 因為你只要按章法的說法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到處在文字裡面 你自己去消化 那麼淨土宗呢 直接講到這個八宗裡面 最不重視教理的兩宗 第一個禪宗 第二個淨土宗 有自負煉佛者 則飲直貴直下有人 何必經典 我心中有佛就好了 為什麼要教點引導呢 那麼一個是指指人心 見性成佛 一個就是 好好練佛就好 那麼這兩種人 假設 都已經功夫上路了 有真實的心得 也正確地走在道路上 那麼講這句話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上路 你還妄想出眾 你就有資格說 不立文字 見性則修 你就說 只貴日下有人 何必經典 那麼最後 就是 不通教理 而 保護你心中的懈怠 這個地方是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有 常法 跟特殊的個案 我們的確也看到很多特殊的個案是沒有研究教理的 比方說六祖大師 你看六祖大師 他是賣柴火的 他拿一個柴火去 一個一個大副長者 大副報仁 在送金剛金 應無所住而認其心 他聽到這幾個詞 他就開悟了 但是這個是特殊的個案 禁土中最喜歡引的個案就是說 官金下彼下神 你看他無逆十二 他也沒做教理 他也不懂禁土法門 臨終的時候 人家給他開示 他就往生了 關鍵是我們不是六祖大師 我們不能用特殊的個案 來高估自己 永家大師正道以後 他講句很肯確的話 永家大師 他那個正道哥說 我也曾經累劫休 他說你看到我今生的開悟是頓悟 但是你看到我前生的過程沒有 你沒有看到 你看到六祖大師的開悟 你看到他聽一句話就開悟 你看到他的過程沒有 你沒有 就像偶爾大師說的 你看到五祿十二人 照夜臨終的時候 念我往生 你看到他的前生沒有 你沒有 我們看到片段的知性 世出必有因 世出必有因 我們沒有看到他前生的修學 就像偶爾大師說 這種臨終能夠 在極度的第一火現前的時候 都產生這麼大的轉變 這個多生多節的大勝善根 他今生只是一石糊塗 我們不見得是有這種功力在臨終的時候 產生這麼大的扭轉 在顛倒妄想當中 就幾句的開示 你內心產生這麼大的轉變 不容易 你看你發脾氣的時候 人家講幾句話 你能夠把那個 稱心的火轉成金蓮花嗎 你不見得轉得過來 所以 我們應該 把自己假設成正常人 我們假設我們是業障凡夫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的走 這個是最安全的 你不要假設你是六祖大師 因為他跳得過去 就像古斯說的 他有獅子奮訊的傻妹 他身上根牆 他跳得過去 你不一定跳得過去 學佛通通是個案 不要抓住一個特殊的個案 然後你就 所以四項的東西 不能當長法 道理是放諸四海的 善業召感安樂的果報 醉業召感痛苦 這是一個道理 放諸四海 但是某一種特殊的個案 這個不能當長法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前生 你看到他最後一個結果而已 你怎麼知道他以前什麼樣 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前面 我們最好老實一點 踏踏實實的 一步一步的 把該學的學完 然後消化以後 你再判斷哪些 你今生要做哪些是未來的佈局 你要全盤的學習 因為你正常在夢法時代 你沒有一個善知識 來看你的過去的善根 所以我們必須全面的學習 學完以後 你自己再過濾做取捨 選擇一個你自己要走的菩提道 就是這樣子 我們再往下看 看蓮世大師的一個說法 他說 疑就是蓮世大師 他說我一生 崇尚念佛 當然他是淨土中的祖師 但是我同時也很肯切地 勸修行者要看教理 因為你你念佛 你那個能念的心 要調伏 要安住 要引導 這個都必須要有佛陀的道法的引導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念佛之說何之來夫 那麼我們念佛 這個念佛的這個傳承是怎麼來的呢 是佛陀的經口先說 然後呢經過歷代祖師的這個記載 我們今次的夢法眾生 才知道十萬一佛土外 有阿彌陀佛的義正莊園 淨土中其實 淨土中他不是不重視教理 淨土中的教理 他是有其中有幾塊很重要的 你對極樂世界的了解 你對說法世界的了解 你對妄想的了解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該說 應該說 你不能 漫無目標的研究教理 你不可以教 因為你沒有太多時間 你不能漫無目標 但是 你必須要 有目標的研究教理 當你有目標的時候 你要往生淨土 你以這個目標之下去選擇你要的教理 我不同意一個人沒有目標要研究教理 那你就變成學者了 那你的生命那麼短暫 佛都講那麼多法 你研究得完 不可能 那這部分交給學者去研究 身為一個宗教師 我們先設定目標 然後呢 從你的目標去找你要的教理 這個很重要 沒有一個法門是不要教理的 沒有 只是說每一個人需要的教理 會不一樣 是這樣子的 那麼參禪的人藉口教外別傳 他說我這個道法在語言文字以外 但是事實上呢 離教而禪是諧音也 離教而誤是諧解也 你的過程可能沒有經過文字的引導 可能來自於祖師的善巧 但是你最後的結果 你要用修多來印證 我們再往下看他 然後你參而得誤必須以教印證 不以教和習諧解也 所以禪中的修行者 在過程是以心應心 但最後還是要以教應心 你看洞山良界禪師 曹洞中的祖師 曹洞中的祖師 他主持一個結像安居的參禪 結像安居三個月以後 大家要離開的時候 請祖師開示 他講一句話 他說 東去虛去 不如到萬里無寸草出去 這句話 當然祖師講 東西都是有他的譬喻的 在禪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東方是邪惡的 西方是清淨的 淨土 他說你的心 一下子起善念 一下子起惡念 這個都不是最好的念頭 最好的念頭是 不如到萬里無寸草出去 無念是最好的念頭 那我們看經典裡面 眾根所有的經典 沒有這句話 沒有 佛東沒有說 不如到萬里無寸草出去 對不對 沒有這個話 但是他的義理跟修多羅是合的 他掌握的思想是對的 你看六祖大師講 本來無一物和入了長安 本來無一物 這句話 經典也沒有 但是你用教理來印證 這個義理是對的 可以 所以最後的結果 還是要以教印心 你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但是你不能有義理的差 所以這個佛法的傳承是 有所隨言有所不變 我們的教理有 隨言的教理跟不變的教理 不變的是他的道理 過去如此 現在如此 未來如此 沒有一個能夠改變 安住空性 這個道理不能動 但是你怎麼表達 他就隨言 每一個時代有他的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 所以佛法 表達方式是可以隨著不同時代 比方說我去新加坡 我說我們要發願 年輕人聽了就覺得 好像聽得怪怪的 但是你要說 設定目標 活在未來 他就聽懂了 你說活在未來他就聽懂了 你不能活在現在 要活在未來 所以表達方式是可以改變 但是他的精神 他的道理 是不能變的 我把它比喻說 我們今天學習教理 換湯不換藥 藥性不能變 但是這個湯頭 這個麵條的湯頭 現在的口味跟以前的口味不一樣 所以表達方式是可以改變 但是他裡面的精神跟道理 那個道是不能變的 這就是為什麼禪宗 我不管你的過程 是經過潮動中 或者鄰居中的引導 但是你最後的結果 必須以教印證 假設用教理來印不合 你就是一個邪惡的知見 所以禪宗不管你是哪一個宗派 最後一定要從經典上來印證 剛開始是依人 到最後一定要用依法來印證 我們看總結 自故學儒者必以六經四書為權衡 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楷模 儒家的道法在六經 四書里葉亦春秋 這個六經當中 還有四書 倫以孟子大學中庸當中 那麼學佛者的道法在哪裡呢 在整個大乘的三藏十二部經典裡面 這個地方是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教理 的研究 這個聯思大師想要表達什麼 就是方便有多門 但是歸言無二路 你喜歡研究楞元經也沒關係 你喜歡黃華經也沒關係 但是你最後的道理 要跟大乘的中道實相要相合 這個不能有差錯 你看世間的道法也是這樣 儒家的思想它也是要根據六經四書 當然儒家的道法它是整個諸子百家 但是諸子百家裡面 影響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最為重要的 有三個重派 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道家的思想 老莊的思想 老莊的思想 它崇尚無為 無為而至 你看老莊怎麼說 老莊怎麼說 他說這個 天道有常 不應謠存 不應絕亡 他說這個宇宙的真理 這本來就存在了 不是因為你謠 賢秉的君王出世才存在 也不會因為這個下節的這種暴君而消失 這個天道本來就存在的 你不用多事 你只要隨身一眼就好了 當然以大正方法來說有點偏空 你看老莊思想 莊子有一天 他在湖邊釣魚 湖邊釣魚 這個楚王 派了一個使者去找莊子 他說 莊子 我們大王 希望你老人家來我們楚國 做我們的宰相 來輔導我們的楚君 這個莊子就想說 你是楚國來的 我聽說你們國家 有一個很大的烏龜的殼 是你們先代的祖師 在這個山中找到一個烏龜的殼 千年的烏龜殼 這個烏龜殼你們很寶貝的 把它供在這個飼料 那莊子就說 那請問你們這烏龜殼是用來幹什麼呢 這個使者說我們這個烏龜殼 平常不隨便動得 但是有重要的事情 我君王不能決定的時候 用來撲掛的 那莊子就說 他說 他說你看 身為一隻烏龜 他是 用來讓大家撲掛好 還是夾著魚巴在泥土裡面打滾好 自由是在打滾好 他說那當然是自由是在在泥巴裡面打滾 莊子說我就準備做一次在泥巴打滾的烏龜 那麼他意思就是說 他說這個治理國家是多事 在老中的思想 你只要崇尚自然就好 不過這種思想 當然 從奴家的積極的入世 齊家治國平天下 是有一點懈怠 但是諸位不要忘了 當你逆境的時候 這個思想是很重要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 中國人很厲害 中國華人自殺率最低 華人的世界是雙向思考 我們不談佛法 就想事件到就好 德意有奴家思想 齊家治國平天下 對不對 詩意有老莊 退一步海闊天空 華人的思考是雙向的 西方的思考只會往前衝 他沒有backward 他沒有退後 在西方文化沒有退一步海闊天空 他是崇尚英雄 他對失敗者沒有一個道理的安他的心 所以在佛陀沒有出事之前 沒有空性的智慧之前 這個退一步海闊天空 救了很多人 你看我們華人常說 牛德青山菜不怕被殘燒 太厲害了 遇到逆境的時候知道退一步 這個是老莊思想的 所以事件的道法用得恰當 他的確讓你能夠渡過難關 當然你一輩子崇尚這個就有點消極了 那麼老莊的思想是崇尚無為 那麼當然比較積極的是兩塊 在主動積極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是儒家跟法家 不過這兩個不太一樣 儒家思想 是從人性的善良的一面來發揮他的道理 他的道是從人性本善這一塊來發揮 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他認為一個人造惡是善死的 只要你教育他 他就可以改變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治理作業 就是我們應該把他善良的一面 把他啟發起來 所以儒家思想是比較鼓勵的 射送們 法家是比較悲觀的 他認為人性本惡 他認為人性修善是偽裝的 這是偽裝的 那麼一個人要讓他不造惡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言行計法 就把這個人抓去 把他打一頓把他關起來 只有這個方法 言行計法 但是從佛法的角度 兩個都接受 所以我們對於內心 是偽服 射送都要 有時候要鼓勵 有時候要偽服 諸位你們知道 儒家是講人性本善 法家講人性本惡 你知道佛法認為人性是什麼嗎 對 人性本空 對 你說人性本善這個思想有問題 那邪惡的意味就不是你的部分 就對立了 那你人性本善 那你的內心世界只有一少部分屬於你了 那其他的呢 那些邪惡的部分屬於誰 那是誰的呢 佛法是認為說 人性是本來清淨 但是你迷的時候 它就變成邪惡 前提不變前提誰 你悟的時候 它就變成清淨 那麼他的因地的安利就比較全面 所以善惡都是屬於你的這一部分 惡的部分 你要跟他溝通 他的本性是清淨的 他是因為受到長時間的外在環境的 攘污的誤導 所以他變成邪惡了 你跟他溝通 你可以轉世成智 所以佛法的 這個內心世界的這個道 它是離開對待的 中道是絕代言農 它沒有對立面的 你說人性是善是惡 都是做對立面 功德就不能圓滿 那當然雖然功德不能圓滿 但這個世間道 也對我們也有一些啟發作用 這個就是世間道 那麼大正佛法的道 那就更厲害了 它站在親近心的角度 來看人生 它認為善良的 邪惡的 都是你的一部分 邪惡的 如果你經過好好的調伐 安住 它可以轉成善良的 這個就是不同的道法 那麼創造出不同的結果出來 好我們看第三八正道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正見正思為正語正業正命正經進正念正定 好 那麼佛教的因緣觀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說 這個生命 我們本來親近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不同的人 不同的思想出來呢 首先 它會得到一個自見 這個自見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它的生活的經驗 它可能在生活當中 遇到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逆境的考驗 或者它曾經被騙 它就認為人性本惡 那麼它成長過程當中 它得到很多人的資助 它建立了人生觀 它認為人性本善 或者它有幸遇到佛法的啟發 它知道人性本來親近 那麼它有不同的知見 經過它長時間的這樣子思維消化 就產生一種很大的引導力量 叫做聖結 這就是為什麼人會有不同 因為它 從它的人生的經驗當中 它得到很多的概念 而這個概念它慢慢累積 形成它一種自我意識 那麼這個自我意識 就帶動它的身口一閃夜 它就會講出不同的話 它會造不同的業 它從事不同的職業等等 那麼這種情況呢 它不是一天兩天 它會瘦瘦的欣喜 這個經濟加著不斷的相續 點點滴滴的累積 所以你年紀越大 你自我意識 你所成就的思想會越堅固 那麼由這種思想會產生一個鏈頭 你的一個判斷力 那麼最後 變成一個很堅固的一種聖結的鎮定 這個到鎮定就很難改變了 那麼這個鎮定又加強你一個思想 所以這個八正道的公式呢 當然它主要是講佛法 但是這套公式呢 也適用於所有的眾生 只是如果它是錯誤的 把這個鎮 第一個鎮改成邪 其他都一樣 如果你一開始是邪惡的知見 你就會產生邪惡的思維 邪惡的牲口意 邪惡的精進 邪惡的鏈頭 邪惡的禪定 最後又加強你邪惡的思想 所以我們的第一因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會犯罪 他內心一定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他才會犯罪的 從佛法是從思想去推動你的身口意的 活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比丘 他隨佛出家以後 他前面幾年一直生團 但是他後來呢 就自己一個人做毛棚了 他自己在那邊打坐修行 修了六年 工夫都沒有長進 沒有長 他很苦惱 我修了六年 我的內心 我出家的時候 遇到事情 是起這個煩惱 現在六年後還是起同樣的煩惱 一點都沒有長進 他就想要還俗回家 這個就是大師輩的佛陀 看到這件事情 佛陀就陷入另外一個行腳比丘的樣子 就跑到這個住毛棚的比丘裡面說 我是行腳比丘 我可不可以在你這個毛棚跟你借住幾天 這個住毛棚比丘歡迎啊 所以這個佛陀所示現的比丘 就跟這個比丘兩個住在一起 每天陪他打坐 跟他一起吃飯等等 有一天呢 這個佛陀所變現的比丘 就跟住毛棚比丘說 他說我今天帶你去一個地方好不好 我們在那邊打坐 那個環境非常好 這個住毛棚比丘說好啊 那麼這個佛陀化現的比丘 就帶著這個比丘 到了一個海邊 然後這地方很多的石頭 他們兩個就坐在兩個石頭上 來面對大海打坐 坐著坐著呢 在沙灘上 出現一個烏龜 烏龜在沙灘裡面慢慢的走動 那麼走動的過程當中呢 遇到一個野竿 野竿就有點像狐狸 比狐狸還小的一個動物 這個野竿看到這個烏龜 就過去吃這個烏龜的肉 這烏龜看到野竿一來 就趕緊把這個六根收回去 就住在這個烏龜的殼裡面去了 那麼這個佛陀化現的比丘 就跟另外一個比丘說 他說你看 這個烏龜很不錯 烏龜有附身之鯨 野竿不得其變 這烏龜為什麼沒有得到野竿吃掉 因為他知道 把這個六根這個肉把它收起來 那麼這個比丘得到這個啟示以後 他就知道他錯了 因為他以前都是空心靜坐 空心靜坐就是什麼都不想 空心靜坐 你的煩惱會一時的淡薄 但是你沒有產生一個對峙的力量 所以你空心出來以後 你的煩惱嚴峰不動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諸法因緣深啊 我們今生的思想是很多深很多深的累積 就像流水一樣 如果你沒有做出改變 他就不會改變了 就是說你沒有創造一個改變的因緣 你今天就跟昨天一樣 因為你沒有做出改變的因緣 所以我們沒有得到道法的 我們今天內心當中沒有修起道法的關照 你今天跟昨天一樣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沒有產生一種對峙的力量 這個球它滾過來 你中間沒有另外踢一個方向 它就只有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這個比丘他做了一件措施 他以為說 就是坐在那個地方念念佛 遲遲做 然後光課就大事已辦了 那你沒有去對峙妄想 他的妄想就跟你出教的時候一樣多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就是說 我們必須做出改變 而這個改變的能量 它的方法 必須從先盛先寫的經典裡面去寫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我們 今天這堂課先講到教理的狀況 我們明天開始會吃地的 我們先講佛教的理論有哪些 最後我們再做會規 有哪個思想是可以貫穿的 先開出來 最後再把它做一個整合 這個是這樣 我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設定一個臨終的正念的時候 這個目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有正念 你才知道你今生 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你有一個目標 但是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正念 所以必須要修 那我們開始在打坐的人 慢慢就發現到我們內心世界 有兩個東西 一個對正念是有幫助的 叫做善根 一個對正念是 抗拒排斥的叫煩惱 所以我們內心當中有保障有地雷 兩個都有 就好像你一個房子當中 有很多邪惡的人 有很多善良的人 這個凡夫就是這樣 無量劫來 我們曾經在佛堂當中 我們曾經去聽經過哪一個善知識 聽過哪一個法師的法 我們內心也的確留下了善根 但是無量劫來 我們的內心 也曾經在五億的境界裡面攀岩 也留下很多的煩惱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那麼現在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在處理這個問題之前 請你把電燈打開 你不能再跟著感覺走了 我們一般沒有研究教理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模式 根據你的直覺去判斷 那就看運氣了 有時候碰到地雷 有時候遇到寶藏 但是正常的方法就是 當你開始要仿望歸真的時候 你要先 起開你心中的光明 就是正直見 哪些是功德下 哪些是過失下 什麼樣的音言會障礙你往生的 什麼音言是幫助你往生的 你要很清楚 我們不可能在今生把所有問題都處理掉 不可能 因為留下的問題太多了 你必須做出抉擇判斷 因為你的時間不多 所以打開電燈就是說 你才知道取捨 你研究教理 你全盤的研究你才知道說 我沒有這個毛病 因為佛陀是針對所有人說的 你才知道說 你今生當中 哪一個法對你是很重要的 哪一個法對你是不著急的 那你不打開電燈 你就隨便抓了 那就碰運氣了 修行碰運氣那就很糟糕了 那就沒有把握了 所以 我們現在的確不圓滿 我們有很多的保障 這就是善根 它幫助我們正念 我們有很多的地雷 會破壞我們的正念 現在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把電燈打開來 地雷不是我們今生該處理的 我們今生只要閃過地雷就好 處理地雷到其他時間再來處理 但是你要保證你今生不要碰觸地雷 你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你不能碰觸地雷 因為你沒有太多時間 老是在那個地方try and error 你不可能人生永遠在那邊 在那個地方嘗試 不是 因為你經不起失敗 所以研究教理就是說 反正人家規劃好 我們要如何散開我們心中 有些我們心中有魔王也有佛陀 魔王呢 你讓他沉澱下去 不要觸腦他 你不要刺激他就好 等到你到了極度世界再來處理你心中的魔王 但是真的是有方法讓你屁開魔王 那前提就是 請你先把你心中的電燈打開來 你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從明天開始 我們試著打開大家心中的光明 後面會有幾堂課研究教理 當然不是你所有的都是你需要的 但是你要知道 哪些是幫助你的 往生正列的 哪些是障礙你的 你要很清楚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向下文長 復再來日 回向